腫蛋包 那叫格局 明白吗 没道歉 那格局 他不怂 他叫格局 你疯了吗 八十度以上的 总蛋包 这不叫道歉 这不在哪叫道歉 这叫格局 这就是北京爷们的格局 咱别那个 那不叫妥协宝贝 那叫格局 那叫格局 明白吗 没道歉那是格局 黑宝贝你在那 我蓝姐真就给你急了 你话里有话 你看了吗 好好当妈吧 一个优秀的女性 能够影响三代 所以让你好好当妈 那叫格局 不要再撕了 他的意思呢 也别让那个 让那个老家伙也闭嘴 我也闭嘴 都别再撕了 他的意思呢 咱们呢 家事不可外扬 家丑不可外扬 那叫格局 宝宝 那不叫道歉 他不怂 他叫格局 那叫一个庭 老妈那庭 一个赞 来给王小飞赞一下 这就是北京爷们 做企业的胸怀 和格局 明白吗 给你们放一遍 你看你多些小丑 一样的在那儿表演 我们已经很认账 很认账了 咱们不能把人家逼到 咱们把这个撕破脸 对吧 我也 你们会编剧本 我会讲实实 王小飞他人 他让 他对大S 对大S太牵住了 他太认账了 他太挠容了 这个老老头子 或者广加 王小飞 血汗换来的 这个风子里面 对我们多大的侮辱啊 还认着表演 对吧 你和你的 小S把大S害了 你知道吗 你这个当妈的 天天在这表演 你恶心了 你当妈的 你把你女儿害死了 你懂吗 小S在那有大S 你完全 你们没拿着当人 你们就拿着当工具 这两个孩子 就是你们表演的工具 天天的 您一出一出的戏在这演 从 你说是跟王小飞分手 才跟这个打光头联系的吗 别演戏了 别让我把这些事情都戳穿 对吧 如果你们再逼我 我就真的戳穿了 我不顾王小飞 他天天拦着我 他总是给大S有希望 门都没有了 不可能的 你们太狠了 你们别带着天天演戏了